歡迎各位網友收看《廣傳貿論》 我是何良茂 今天就跟大家講講口罩問題 大家看到我現在身世 何良茂在響應加拿大首席衛生官 譚詠詩的號召 在新型冠狀病毒或者俗稱武漢肺炎 在北微非常猖獗的時刻 響應他的號召說 去公眾場所都要戴口罩好些 特別是現在要將一些外科手術的口罩 以及一些N95的口罩 就要儘量留給醫護人員去試用 就不要去搶購了 所以何良茂今天就 時分戴一個布口罩 這個自家製的布口罩 不用需要去買街上的那些 所謂surgical mask或者N95 譚醫生這個態度的轉變 其實都是過去那個週末開始轉態的 過去呢 無論美國或者加拿大 甚至歐洲 一些主流的政府的衛生官員 都說這個口罩是無需要戴的 是戴的那些都是患病的人士 你沒有病呢 去到公眾場合 你帶出來就反而令到很多人害怕 如果你沒有病就帶出來 你以為你有病就引起恐慌 但是很明顯 現在就看到 在亞洲 特別是台灣、香港 以至新加坡 民眾全民戴口罩 防疫這個 抗疫這個做法 是會收到一些效果 而這個效果呢 都比較明顯的 因為他們比較早期已經戴口罩的 有些是政府號召 例如台灣 就在1月、2月那時候已經 不只號召全民戴口罩 還自己立即廣切這個口罩的生產線 現在台灣還有口罩可以贈送 以至賣出去給其他國際的國家 因為香港就不是政府號召為主的了 是民眾、香港人 就以17年前這個2003年 沙士的經驗呢 就知道戴口罩這一下子 是可以防止 如果你是有病 就當然不要傳給別人 如果對方有病 你戴口罩都可以擋一擋 那當然視乎你戴口罩的 這個種類而定 如果你戴了一些 是N95的 當然就是防毒的功能 就更加強 但是醫生 或者是一些醫衛人員 就會用N95多些的 但是民眾一般就是 是surgical mask 就是外科口罩已經夠用 那麼何良茂就戴這個布口罩 當然這個是自家製 不是一個很嚴謹的 科學的一個產品 但是根據譚醫生 譚明施醫生 在這個星期一的一種意見 戴布口罩呢 都是能夠令到自己 如果你是一個無症狀 帶菌者 帶毒者 或者是無症狀感染者 那你就可以防止自己 傳給別人 保護別人 但是譚醫生就沒有再伸述下去 其實如果對方是無症狀感染者 你戴口罩 就防不了他 不要傳染給你 這個是一個 互衛互利的一個行為 戴口罩本身 不只是防止你感染別人 也防止別人 如果他是無症狀感染者 他又戴口罩的時候 每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互衛互利 因為現在這次新型冠狀病毒 或者武漢肺炎 這個病毒的厲害之處 就是他可以進入了人體 可以潛伏 哪怕你7天 14天 21天 28天 甚至有一個案例 過40天才病發都有 甚至一直都不病發 以至到傳染了別人 別人病發了 被傳染的人病發 而你自己都未必病發 甚至是 你可能的免疫系統好 你自己的身體就打低了病毒 但是被你傳染了別人 自己就可能病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戴口罩是不是一個 既億人 又能夠自衛的一個行為 譚醫生這個覺悟 雖然是遲了 但是都希望在現在這個美加的疫情 是在上一個所謂我們那個 flatten the curve 那個所謂曲線的頂峰 美國都說未來4月的上旬 以至中旬是關鍵時間 而加拿大呢 也都是在這個時間 確診人數 甚至死亡人數 都在上升 在這個星期二 加拿大BC省 那個死亡人數都有上升 其實過去那個星期 就是灰省 加東灰省的疫情 就比較嚴重的 但無論如何 我們都準備了這個疫情 開始各大化 開始是 令到社區裡面 開始有一些少少恐慌的心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與其恐慌 不如就做足以防措施 現在已經在做所謂社交疏離 social distancing 不足以防措施 如果去超市入貨買菜 或者去食店拿外賣 甚至因事不得不去 一些公眾場所 在停車場 戴著口罩 是一個令人安心 自己也放心的行為 美國總統特朗普 也都在上個星期尾 周末的時候都在轉軌 就說 新的數據和他們的研究顯示 如果戴口罩能夠幫到疫情 可以壓止疫情的上升速度的話 他都覺得民眾戴口罩是好的 但是他自己不戴 但是到了星期天 他也開始轉口了 就說如果有需要 更加戴口罩能夠幫到 他都會戴的 就是說美加也都知道 全民戴口罩 是對於政府 對於醫療機構這個抗疫 其實是一個助益 是positive 證數 就不是陽性的 是證數 是有幫助的 就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香港人在1月底 知道武漢封城之後 也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疫情 這麼慘烈之後 香港人自己已經全民戴口罩 政府還沒有要求的時候 當時政府還是扭扭靈靈 甚至林鄭月娥政府 當時在1月2月的時候 都還是在一個口罩問題上 是相當之抗拒的 到了後來他們都要戴口罩了 但是到最近呢 中國大陸說 4月頭武漢就要解封了 林鄭月娥政府 香港政府都放鬆了這個 開會的時候都不戴口罩 這個也是令到香港人 開始覺得 中國大陸疫情所謂放緩 是不是表示香港疫情放緩呢 不是的 現在在中國以外的地方 在台灣以外的地方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國際的疫情 現在就轉到一個非常慘重的狀態 更加需要大家加把勁 就不要埋門一腳 埋門一腳是要做 真是有力的行動 最有力的行動就是戴口罩 加上社交疏離 再加上勤洗手 每次洗手都洗20秒 那就是譚醫生那個 呼籲全民戴口罩的作用才能出現 現在在美加的唐人 對於戴口罩是抗拒的很少的了 剩下的就是非華裔 非亞裔的 本身在這裡住得很久的 一些其他族裔 都要接受再教育 在戴口罩方面 是要加把勁 是要做多些功夫 那譚醫生都可能知道 我們那個口罩不夠 就說戴布口罩都可以的 特朗普總統都說 戴布口罩都不失是一個 權宜的辦法 就是那個目的就是 幫助政府能夠令到的疫情 不要再惡化 但是全民會人做多一點點事 就可以積小成多 就可以減低了一個這樣的醫療系統的負擔 坦白說 如果你兩個月之前能夠真正落實 這個戴口罩的呼籲 真的做出來 令到大家都 真的 如果兩個月之前能夠做到這個呼籲 令到這個美加社會 戴口罩成為一種風氣 今天的疫情 在紐約州 在紐約市 以至到在加拿大的 灰北克省那種 就是那個確診數字 以至死亡數字 都上升的那個速度 也許會放緩 也許會減少 所以今天 可能還是呼應 譚醫生的號召 也都是戴口罩 也都希望大家 在進入四月 春光明媚 繁花盛開的時候 戴口罩也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如果有些鼻敏感的人 或者對花粉敏感的人 這個時刻戴口罩 其實都是能夠幫到你 令你沒那麼辛苦的 就是這個說笑了 就是講開又講的 一個戴口罩 就是因為現在 我們看到街上 就是櫻花櫻桃盛開 其他百花盛放的時候 美加有很多花粉正敏感的人 這個時間都很頭痛 真的不爭了 又防疫又抗疫又防花粉 戴口罩 一舉數得何樂不為 好 今天學禮毀都跟大家講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支持廣傳媒的廣傳謀論 如果你對我們節目 覺得有一漢的價值 也都有興趣看下去 請訂閱我們 如果覺得都可以點讚你 請你Like我們 甚至Share出去 好多謝各位 拜拜